368合同艺术工程 補發 用艺术陪伴台灣孩子的紙封車 以全新面貌來跟大家見面 迎來新任董作 陳敬才也是首位的企業界董事長 紙封車在做的事情 就是最基礎 最基礎鞏固 這個我們人類文明 延續的一件事情 所以算是小事情 但是卻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紙封車多年以來都專注於三大工藝工程 包含368鄉鎮市區兒童藝術 鄉鎮卡車藝術以及反讀戲劇 而陳敬才一直以來 就非常關心孩子的涉毒危機 不斷提供支持 這種工藝的事情是結合 這個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職業 共同來創作 我想它的多元性才會產生 陳敬才也提到 迎向AI世代加上全球暖化 震驚巨變 可能面臨不平靜的未來 因此決定為孩子永續努力 現在大家對AI最擔心的是什麼 是它後面的道德問題 那如果大家只是在追求進步 而忘掉了原來內化 心裡面我們思想裡面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價值觀 那社會就會出大亂 只希望人的善心不要改變 陳敬才以永續經營為理念 期盼強化團隊的ESG執行力 陪伴台灣孩子持續走下去 TVB新聞正新聞省事後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